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定要非常严谨 非常严谨的来 就是小心 仔细 要多去对比 养成一个多观察多比较的好习惯 这个对提高我们眼力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横扫的眼力对一个画画的人来说又是非常重要的 好 然后进一步去概括它的一个特征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好 手的大小 然后注意它这个发型 这个头 头 头行啊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这种特征啊 这种大的框架一定要框住了 大框架就是一个人物的一个动态的一个基本的 关系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大框架一旦错了 你后面再起的系也没有用了 因为它已经错了 所以说前期一定是小心 谨慎 多比较 尤其是这种动态线 绝不能含糊 绝不能含糊 嗯 好 谢谢大家 那么这边 两个月 很高兴 一些达曼 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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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对 还没 一 二 不是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注意这个斜度 这个斜度站往右侧 站往右边斜 不够斜 不够斜 这个空间就不够 放到这块才对了 这个也是往近走 一定要比 就是上下左右 各个方向各个角度 去比较 最终把它画准 这个手 实际上 这块有点长 画到这儿 这个位置 所以它是位置关系 也是 也是不能够出问题的 位置 那位置太重要了 位置一旦出问题 它就没法看了 位置出问题 意味着什么呢 比例 就容易出问题 这是考试当中 最近的伤 最近的伤 一旦这块出问题 后面不用画 白搭 所以说呢 这个是 是 就没有商量的余地 它不能出 比例 比例是不能出问题的 好 好 好 没法 就有这样 评论 开始 评论 感谢观看 好 到这块呢 露出一个斜的底 露出一个 好 这是这样的一个坐姿 坐姿 基本上就是说 大的框架这样一概括就很快 当我们起行起的多了 这一步其实非常快的 在考试当中不会占用 占用太多的时间 不会占用大家太多时间 这个也不能占的时间太多 不要超过 就是两个人在起行这块 不要超过十分钟 就七八分钟的样子 一个人三分钟五分钟 这都是正常的 时间太长了之后 后面就没时间刻画了 单人的话那就更简单了 一般现在考试都没有单人 很少考单人 基本上都是两个人以上 或者场景组合 到这个程度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桌笔往下走 注意 它是戴着帽子 戴着帽子 然后 然后 这个后脑勺呢 这块稍微往处走一走 有时候它差一毫米 可能就不舒服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这个地方是一点点头发 这个帽子上面它其实还有 这样的一个线 这是它的一个标志 不要这 感谢观看 这个五官呢 重画一下啊 五官 五官的准确性再去再去推敲 一定要擦干净啊 拿这个映像皮啊 拿映像皮把它擦的白白的 然后再画 那这个时候 笔也需要再尖一些啊 笔也需要再尖一些 好 让我上 从上面往下走 这个笔尖的时候 我先把它这个 这个 这个上面呢 我们可以给他刻画 这是他这个帽子 这个画的充分一些 这个画的充分一样 这个画的充分一样 注意他这还有什么呢 有这个近况 这个不要忘掉 这个画的充分一样 注意这个上面的一些细节 这个画的充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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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脖子 这个画的充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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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充分一样 这个画的充分一样 这个画的充分一样 这个充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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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去充分一样 这个充分一样 这充分一样 这个充分一样 这充分一样 表现一样 这个充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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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充分一样 比如说 这充分一样 这充分一样 这样 这充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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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画面 这充分一样 就画鞋 这充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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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充分一样